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说长相 学历或者家庭条件 那么到底什么是般配呢 这期今晚80后就让王兹健来和我们好好的讲一讲 配与不配 这个话题就可以聊开了 我的好朋友大人前阵子看上一个姑娘 然后呢准备真表白又没有十足的把握 怎么办呢不知道从哪儿 骗到了姑娘的生辰八字 然后拿着这个去庙里面找高人给她算卦 过去算算配不配 然后那个给过去之后呢 然后那个算命的看看一眼 不配 大师 你还没有看八字呢 你咋知道不配啊 我看面相就知道不配 你也没见过她 你咋知道不配呢 我见她干嘛 我看你这样就知道不配 你长这样你就不配谈恋爱 但是淡淡并没有沮丧 一边下山一边自己鼓励自己 这都封建迷信 根本不能信 你不信你上山干嘛 每一部火热的韩剧啊 总是可以掀起一股时尚潮流 就比如说前一阵子大火的来自新兴的你 这部激火的时候呀 不只是啤酒和炸激火了 就连男女主角的配饰呀衣服呀都被镜香模仿 这一期的我们爱美丽呢 就好好地来聊一聊 如何能好好地模仿时尚明星的穿着 还蛮李孝丽的 因为李孝丽喜欢是酷的那种感觉 可是李孝丽其实她是所谓的国民女生 是因为她很性感 请问她性感的这一面 你体现在哪里 其实性感我觉得是气质 对 所以你这里面就是普通的衬衫吗 其实她是露肩膀 哦 她是这样的 对 所以就是 平时如果冷的话可以穿这件外套 那脱下来的时候我觉得女生除了 上半生除了锁骨腿很性感之外 就是女生的肩膀也可以很性感 你请这个孙华老师来点评一下 婷婷其实本身长就很有个性 今年也非常流行中性 像婷婷的鞋子这种的 女生穿男生的鞋子 在这一季是非常流行的 那她这件衬衫呢 也蛮有李孝丽的风味 因为李孝丽很喜欢穿一些衬衫 但是她会有一些敞开的啊 对 或者像她在这样 瘦着有一些小心机的部分 对 而且你知道吗 有一段时间网上一直在买李孝丽款 好了 这一次的环球奖 先看就要这样结束了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